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啦 我让你跑你不跑啊 别怪我 别了别了别了 别了别了 一会儿楼底找你来 你走了 我看清楚你的意图 爸听儿子的 关机不语 我语了吗 我就动一下 爸走这儿 爸 你走走 你可不难听他 你得坚持自己的想法 我爸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走 我为什么听你 在那高调马在这儿逼着你了 老爷子 他就对了 你定了 定了 不反悔 不反悔 走 将冀 看看看看 死期了吧 您放这儿有什么用啊 您在这儿您得防着点鞠啊 爸 以后呀我再让你鞠马炮三个子 怎么样 这儿 这儿 真不用我让 喂 你等一会儿啊 找你的 文静啊 怎么了 杨树家的 方叔遇上大麻烦了 您告诉我们我干嘛 真的 我知道了 你敢走人家呢 人家铁门栓一下就过来了 过来我得 拿着 我得回去一趟 怎么了 伯伯怎么了 赵队啊 出什么事了 我爸被人窝囊了 我得回去 替他出口气去 你说清楚了 怎么就要被窝囊了 杨阿姨的前夫回来了 他回来回来呗 他又离婚了 重新拱回到杨阿姨家 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这是不非法通 什么非法通俊 通俊您看见了 不但离婚了再婚了 他爸爸家中间了 别老瞎说 你这 小妈下回说说我办法 别仗嘴中了 通俊您看见了 通俊您看见了 咱现在怀着孩子呢 啊 得沉住 是吧 知道 其实啊 凡事都有个原因 啥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 杨阿姨能让她前夫住进去 这事我觉得有点微妙 你说杨阿姨犯贱 谁说杨阿姨犯贱的 你怎么瞎捅词啊 文静说了 是那个人硬往李拱 估计啊 他肯定是使了什么苦肉计 苦肉计本来就很微妙 你要是再瞎咧咧 你就给我滚下车了啊 我才不滚呢 我还得看你怎么破这苦肉计呢 但是你得答应我啊 别冲动 我要不冲动 怎么能把你弄到手里啊 这是一码事吗这个 这 怎么不是一码事了 喂 文子 喂 文静 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咱们在公司见吧 哎呀 你就别去公司了 你快来医院吧 去医院 来了再说 嗯 娜娜 喂 我妈怎么样了 正在开会呢 突然就晕倒了 刚检查说是滴血糖 正在挂水呢 周总啊真是一个工作狂 他在哪儿啊 在里边 睡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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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娜娜 你怎么来了 别动 都好好躺着啊 又搞突然袭击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还算你有良心 妈 杨逊 好点没有 我没事 最近公司的事情太多了 休息不好 我也该补补教了 你以为你是仙人掌啊 这么要强干吗 算了吧 哪有你要强啊 会工作也要懂得休息 我一听完间跟我说 把我给接坏了 你又不许再这样了啊 笑笑笑就知道笑 打你 你 你 太太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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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胖成这样了 你给她喂什么了 那是我呀 是太太 太太每天带她去绿弯 她心情好就涨标了 妈 你都这么辛苦了 你还有时间出去绿老黄啊 谁让我是她外婆呢 子子 快送妈上去休息吧 好 妈 先休息休息 来 我给你们拿点吃的啊 谢谢妈 走吧 来 喝点果汁 休息 谢谢你们 不客气 接着说 婷婷的意思 胡杰那事吧 找你爸根本就没用 你知道吗 她现在已经完全迷失了 那小燕怎么个意思啊 小燕 她当然是跟婷婷一个战好了 也是义愤填膺 只是啊 鞭长莫及 那就好办了 妈 那您休息吧 我下去了 杨顺 你等一下 你父母还好吧 都挺好的 我妈 让我提她道个歉 说如果有机会来青岗的话 登门拜访 请你转告你妈妈 谢谢她们 能够原谅娜娜 对不起啊 主要是我爸 太倔了 我能理解 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那得感谢娜娜 通情大理 对了 你押厂完工了吗 完工了已经 那 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说实话 说实话 现在公司的情况 不是太好 房产调控政策下来以后 公司的业绩一路下滑 这个月的利润 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我已经在考虑裁员了 我已经在考虑裁员了 不怕你笑话 我现在的压力很大 休息不好 就是因为这个 杨帅 我希望你能够来帮帮我 作为家人 帮我渡过难关 好吗 可是 我行吗 你行 来 干啥 怪不得婷婷之前说到公司 就垂头丧气的 原来是钱难振了呀 你妈现在的心情不太好 我妈在熬日子 我还把他扔下不管 我也真是没脑子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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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自己也说过吗 一个人不可能顾两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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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子 公司要挣扎了 我娘就该窝囊了 你能不能去公司帮帮她 帮她 帮她倒是没问题 可关键是我也没什么经验 你没经验也得上 我妈都跟你开口了 你跑不掉了 这叫危难之中显身手 你这叫赶鸭子上架 你该上就上 实在不行啊 我就把鸭肠卖了 给我妈救个急去 不是 娜娜 我怎么发现你想问题这么简单呢 你就算把那个鸭肠卖了 那也只是一个小零头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 那就不卖了 那你就是给我妈帮个忙嘛 鸭肠那边 顶多叫冯主任先帮你管着 再不行 我们就再找两个人 行吗 那就只好先这样吧 那咱们就 让冯主任得逞了 娜娜 这件事 先别让我爸知道 我懂 那咱们就继续下黄蛋 对 还是你最好 Buch 娜娜 我一会和杨顺去上班 你在家好好待着 不许乱跑 听到没有 我 motherboard BI 那那行啊 我一会还有事呢 什么事啊 他这件事啊 可是个大事 是吧 对 我手机坏了 对对对 那个 他那个手机不是坏了吗 就是 他垫着买一个新手机 那好啊 你想买什么牌子的 安娜 喝奶 喝奶 喝奶